在地方Bandit 那我们中央就是Bandit这一条 跟督导费 是 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其实 某种程度来讲 你看哦第八届立委选举 第八届立委选举 就是2012年跟总统一起选 我们的宣传费用 大概是宣导费用 变了857万 好 那你们这次就变了899万 就成长了将近50万 我是说其实50万在政府 那么多的预算也不算什么 但是坦白讲明指明高 你们是不是可能每次 要做这种宣导 也算是一种例行公式的宣导了 其中关于 有些关于这个 青年选举要反会选的部分 我们平常都在做了 法务部也在做 中选会也在做 大家都在做了 那怎么样子去 去让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比较尊结经费的方式 或者是有些 比如说明人 有时候他要代言 他来做这种公益的宣导 他是不收费的 有没有可能 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执行 不一定要宣导费用年年成长 这个部分我希望说 中选会你们自己看一看 检讨一下 这个2012年 总统副总统选举跟立委 合并选举的这个部分 跟2014年 这个第八届 对不起是地方选举 这部分你们要看看 尊举有没有什么可以 解决选举的地方 好不好 好 可能我们这个是地方选举 这个宣导可能要更深入到地方去 地方的 台湾就是这么大了 你总统选举的选区 的投票所的数字 跟地方选举的 有什么多的深入 多这么深入 有哪些地方是总统选举 没有投票权 然后在地方选举就有投票权 不是像我们去年这样宣导 像在中管什么电台 半个小时才讲一次 觉得这样时间 我总之 总之你们这部分 看有没有办法再尊解 好不好 第二个问题 简短的说 合并选举已经成常态了 过去不管是中央的合并选举 或七层的合并选举 地方的合并选举 那么选举期间的认定方式 什么叫选举期 选举期间就因为你是 这个是法定的选举期间 所以来兼职的人员 他就可以增加兼职费用 甚至可以再报价颁费 这个部分 坦白讲 到底是不是符合 实质的情形 到底没有这个必要性 你们可以做一点检讨吗 这个刚刚也有委员提出来 就是说中央跟地方认定的期间 有些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整个检讨 通盘考量 可以的 谢谢主委 谢谢委员